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请大家一起去以三宝 阿瑟尼传念 我弟子妙音 始从今日乃至名传 归以佛陀良造众传 归以淡摩离辱众传 归以蒸茄注重众传 阿瑟尼传念 我弟子妙音 始从今日乃至名传 归以佛陀良造众传 归以淡摩离辱众传 归以蒸茄注重众传 正体大经 我们要从前面看起 才能够成为一段 因为时间充茫 这一段没有讲远 我们从1016协 1016协 到数第三项 最后一句看起 终要远 从这里是一段 此言佛字 是总标句 下面四句 角显四字 这个就是卷白色 四字 这些东西要记清楚 怎样去转法呢 为什么它会转呢 转了之后起什么作用呢 这个要知道 这是佛学基本的常识 第一个 不思以止 经文上 不了佛字 佛字 这一句是种 就是一切种子 圆满的智慧 一切包括全宇宙 在佛法里面说 变化界虚空解 一样都没漏 这叫一切 总是这些现象 无量无变 叫种种 种是种类繁多 没有办法说清楚 这些人都没有办法说 正确地知道 完全没有错误 实际上就像一般宗教里面所说的 赞叹尚仔 赞叹神 全知全能 就是这个意思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这是圆满智慧 圣佛的时候成得的 智慧从哪里来的 是本有的 智星里面本有的 不是外面来的 所以法 无论是大乘小乘 充满教下 讲到智慧 都是教我们从内去找的 不要在外面找 外面是找不到的 叫做心爱无法 反过来 也可以说法爱无心 心根法是一致的 心能生能言 色能辨 转色成字之后 只有心言 心生 是没有色辨的 这个叫做一真法界 现在这个法界叫做十法界 十是表法的 不是数目指 十代表 无量无边 无数无准 在数字里面 从一到十 就圆满了 它代表圆满 是这个意思 不得跟我们说 不得是智慧 善好 全部都是智性本具 我们迷出了智性 以为这是外面来的 一心向便 去求取 结果 全部都落空 从生到死 从生到死 不能够解脱 这个还搞六度轮会 错了 方向错了 方法也错了 现在佛陀教我们这些 理论和方法 在中国差不多是用了将近2000年了 1898年了 迷在西方的科学技术 迷在这里里面 全心全力去追求 将自己的东西都不记得了 自己的东西是非常圆满的 大家看看 能够得到智慧 得能 相好 你看现在智慧得能相好全部都没了 不知道向内学拼命向外 转八色乘四指向内夹 八色是妄心 四指是真心 真心生智慧 亡生就是生烦恼 现在的人起心动念 都是生烦恼 不生智慧 为什麽 将阿拉耶当作自己的真心 这个 从根本上 错了 真心是智慧 不是阿拉耶 智慧是怎样的样子呢 卫生大师说得非常好 简单 明了 智慧就是清静的 本次清静 是无延恶 智慧是不生不灭的 阿拉耶识是有生有灭的 你看我们的念头 前念灭后念生 一个一个这样接着一个 这是念头的现象 物质现象 任何物质 都是生灭的现象 我们看到外面植物 化开花蜇 生灭的现象 看到山河大地 承住怀空 佛经上 跟我们说的 很明显的 动物也有生路病死的 植物有生住烟灭 降物承住怀空 总的来说叫它做无常 它不是不生毕灭的 它有生灭的 佛法说给我们听 凡是有生灭的 是假的 不生不灭才是真的 这是不生不灭 我们需要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看到了 极乐世界 不生不灭 极乐世界的人是无量手 每日看到的样子都是没有改变的 它没有生灭 无量手永远都是年轻的 这个好啊 我们这个世间 寿命长就受老苦了 大家将来看到老的时候你就尝到了苦的滋味了 为什么呢 很多事不能自己来料理 需要别人来帮忙 年轻的时候完全自己照顾自己 老的时候就不行了 行路要人扶 若不是会跌倒 你说你麻烦不麻烦呢 穿了一只鞋 穿了一只衣服 也要人帮助 自己也不做到 才知道老虎了 才知道老虎了 老有人照顾是福宝 要知道老人 很多老人都是没有人照顾的 年轻人是想不到的 我们自己老了才知道 年轻人对这些都疏忽了 对照顾老人疏忽了 将来自己老了就没有人照顾了 这是嫌疑可暴 年轻人喜欢照顾老人 这个年轻人老了 有很多人照顾他 现在的年轻人嫌弃老人 不愿意照顾老人 他自己老了怎么办呢 到时候就后悔莫及了 智慧从哪里来 德能从哪里来 上好从哪里来 都是我们慕未 求的 求不了 这个地方教我们 转息成枝 全部都得到了 因为这些都是智圣里面 本智巨足的 辉吴经上 佛跟我们讲透了的消息 讲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 德上 这是本智巨足的内容 将万事万物归纳为 这三大类 智慧 智慧 德上 德里面 包括了 能力 能量 德能 上好 向内求 不向外求 我们学了法 向内求 向内求 没有效 其实是有效 效果不太明显 就是自己以为是无效 产生了怀疑 麻烦你了 这个就是不了佛智 怀疑 所以生边地 不是无效 是我们的功夫 未到位 零用一分 力气 想得到十分的果报 没有这些事 果报是相对的 零用一分就得到一分 是这样的意思 用两分就得到两分 是这样的意思 有些人 小数 很严重的 是否怎样呢 他用的功 到位 我们用的功 未到位 所以我们要 信心 我们要认真努力 真正要加功 有一个信息 刚才有人发了一个信息 有位居士 华森 闭关三年 宴佛求生静土 前几年 有一个 王仲畅 大家都知道 三十先是出口 听我讲经 听到念佛三年就能够成就了 他就发心 试试一下 看三年能不能够成就了 在深圳闭关 向小离居士与他无关 两年十个月 他预知时知 真的往生 还差两个月 满三年 他在那里 和我们作 作正转 和我们作证明 是真的 不是假的 真正发心 我相信 主一定会成就的 佛不会骗我们的 但是要下决心了 这个决心 第一个 深深感觉到 娑婆世界 苦 我不愿意再住了 和经典里面得到的信息 极乐世界真的是落了 生活环境 学习环境 是没有障碍的 是没有障碍的 值得去的 原生 淨土的心 非常坚定 他决定 他决定往生 三年的时间 足够了 这是好的信息 又有一个人 和我们作证 他三年真正往生 我们还能够不相信什么 练佛功夫不得力 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 是对这个世间 有探戀 放不下 障碍不在外面 在自己那里 自己都没有看破 没有放下 佛的说话是千真万确的 是否确定是没有错误的 下面这四字 你看 总句里面 各显四字 第一个 不思议 不可思议 那不是说什么呢 成所作字 成所作字是 前五色 就是眼耳鼻舌身 这个智慧现前能作不思以示 看眼 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是它能够看到的 它有天眼 它有胃眼 它有发眼 这个就是不思以示 我们听不到的它能够听得到 它有天耳 我们觉得这些是特异功能 其实不是特异功能 人人都有的 我们有障碍 这些有的人的障碍清除 障碍是烦恼 除了障碍烦恼就没有了 智慧现前 首先令你惊讶的就是天眼 天耳 他心 宿命 知道过去世的事 知道未来的事情 叫做不思以示 是正所作之 此字能作不思以示 这个地方举个例子 一念清明 一念一声的佛号 永烈多劫重罪 我们能够相信吗 我们看到这个就不相信了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连一声的佛号 将多生多劫的重罪都消灭了 没有人相信的 说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这个一念 你这个不是一念 一念清明才有效 你不是一念 你是怎样去念呢 是习念 你是网念 谁清明就没有效 一念就是有效 一念是真心 习念就是网心 之内的学问就非常大了 那我们是真心 就是网心 全部都是网心 一念呢 我们都没有搞清楚 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一念 耶那菩萨跟我们说 释迦为佛提出一个问题 问他 心有所念 就是凡夫起了一个念头 他问得好了 这个念头里面 几念 几相识也 这是经文 实在说了三件事 凡夫起心动念 这个念头里面 有几多个念呢 有几多个相 有几多个识呢 问了三件事 这就是科学上的大问题 纪念 几相识也 这个就是科学上的大问题了 相是物质现象 色是精神现象 就是霸色 五十一心所 这就是科学上的大问题 利那菩萨回答 就是一坛指 一坛指有多长时间呢 由三十二亿百千年 念念成形 成形就是上 念念也有上 形皆有色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上 色 是一件事 一念当中产生的 这就是一念 现在科学 这时间是用秒来做单位 利那菩萨一坛指 一秒钟能够谈多多少次呢 我相信年轻人 身体健康的人 次数可以谈到五次 可以谈五次 乘五了 三十二亿百千年 三十二亿乘八千 八千就是十万 三百二十小 一坛指三百二十小 再乘五呢 一千六百小 一秒钟 一千六百小分之一秒 这叫一念 如果我们一念就是一秒钟的说话 已经有一千六百小的一念了 一念多微小呢 这一念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察觉到 妄言无知啊 今天梁子烈学家懂得了 他们发现了 在精密的仪器里面 判识到 我看到一个科学的报告 现在科学仪器的能力能够 最终 一千兆分之一秒 这种仪器 还要多了 这种仪器 一千六百小 现在仪器可以捕捉到 一千兆分之一秒 在过去三十年前的科学家都不敢想象的 所以科学逐渐逐渐将 佛经上讲的证明了 换句话来说 没有了科学的证实 我们对于心经上所讲的 是观自在菩萨 行心般若波罗密多使 朝见五蕴皆空 这个五蕴是什么 不知道了 经上讲的 识受想行识 识就是识身 就是我们的感受 我有思想 想前想后 想东想西 这是想 恒 这种想是双逐不断的 一个接着一个 自念灭后念就生了 这叫恒 识就是阿蜜耶识 识就是本识 识受想行都是本识变现出来的 科学家不跟我们做证明 我们怎样会知道呢 五蕴运皆空 说些什么呢 今天说的是 最少的物质现着 在佛经里面叫做极微色 极微色 极微色 在佛经里的 再一分就是虚空 就不见了 这些物质被科学家发现了 最近发现的 微中子 这些物质 不能够再分 再一分真极就没有了 没有了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的是念头波动的现象 于是才明白物质是什么 物质是念头生的 真极证明佛经上 一切化从心上生 证明了 科学家用了四百多年的时间 一个接着一个 一个接着一个 才发现这些物质 没有上到 三千年前 加密里法已经讲清楚了 对科学家在上 那时候都没有科学的 他怎样会知道呢 是否许质人退上了 可能有人有一种的本能 这个人有 见识人把这些本能都丧失了 这些说话讲得很有道理 确实是本能发现,本能是不起心,不动力,把分别,不执着,就是本能 起心,动力,迷了,本能就失去了,分别执着,本能完全没有了 一切的作为跟本能完全相反,完全相违背,这是今天的世界,我们跟极乐世界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极乐世界完全是随信本能,我们这边完全是违背了, 本能 违背得过分,世界就消失,就没有了,一切法与心上升,我们要记住, 所以,一念清明,我们就相信这句话是真的,可可实实,能灭多劫重罪, 我们要问,一念清明,往生极乐世界,能不能够立即成佛呢? 一念清明,一切法与心上是可能的,一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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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能?是可能的,为何可能呢?因为自己本来就是佛了, 这是从外来的,是本有的, 只要念念相续, 但是念念相续,我们做不到,为何呢? 这一阵我们不知道,没有感受到这一阵, 没有感受到这一阵, 它的速度太快了, 现在我们凡夫看到的现象, 包括天人, 它们用的天眼, 包括声闻, 用的发眼, 所见到的都不是真相, 哪些人能够见到真相呢? 爱诚经典佛常讲的,八地以上, 十部庄严土,八地以上, 十部土,个个个都见证的, 虽然是见证, 不能够契入自性, 为何呢?没有障碍, 这个障碍是无耻无名的杂气, 见诗烦恼,见诗烦恼的杂气, 有办法断尽, 无耻无名杂气就没有办法断尽, 你有办法一定会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就错了, 他不能够起心动念, 那么无名怎样办呢? 就能忍得他了, 令他自己慢慢地, 不要理会他, 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 古大德, 时时用酒瓶做比喻, 酒瓶装走, 倒了, 酒倒了,洗干净, 所以确实就没有了, 闻闻还有味道, 这叫什麽办法? 将苹果打开, 放它半年,放一年, 再去闻闻闻闻闻了, 收行人到最后, 亦用这个方法, 根本都不要理会他, 根本都不要上去, 要多长时间呢?三个亚真其劫就没了 没了才能够融入常直缸 以后有一些雜气是不能进入常直缸 我们在佛经上得到这些信息 我们看这些信息不为疑 原来科学家给我们做了一个证明 科学家虽然观察到他进不到境界 为何呢?他有网链 但他是用仪器靠外面的力量观察到 他进不到这个境界 这样科学家这些能力 能力呢? 我们经常说了 将这个揭穿了 他们用的能力是什么呢? 就是第六色的观察 第七色的执着 就是用这个心 这个妄心 用妄心 大乘经常说了 他对外能够沿到全宇宙 他有这种能力 对内能够沿到阿拉野 就是原不了自性 为何呢? 自性要用真心 用妄心是原不了的 这一念的清明是用真心 所以他成功了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他就成佛了 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 同学们都听得很熟 讲的地方很多 古大德的寿梭里面 时时都引用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佛 虽然也很熟悉 这一念 念念的真正意思 不懂 我们都是糊里糊涂地搞了几十年 到了最近 看到科学报告 才闻现大悟 如果不是看到科学报告 我们也搞不清楚 当然就是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看古大德的注解 搞不清楚 这是当然的道理 为什么呢 他还未正德 他仅然正德 说得跟佛一样 我们看不懂 今天也未进入这个境界 但我们相信 没有怀疑 凭着佛所说的 绝对不是妄言 再凭着的科学交给我们 照证明 有这样的回事 我们这个怀疑 放下了 信心落地 真信 我们这个信的力量 比上一代的人强了 上一代的问题 总是信心不能落地 还是有疑惑 但是没有办法来解释 真正 从事业证里面 达到这种境界的人 不多 如果按照大成经上说 要到八地 你才能看到 这个就完全相信 什么疑问都没有了 八地 谈何容易 他们佛很近 上面 九地 十地 等觉就成佛了 这个 念阿弥陀佛能灭罪 一定要相信 我们的习心念 带着往上心念 能否灭罪 能够 变得不干净 变得不够彻底 但是 要有恒心 有危力 我们的佛号一直念下去 一声一声就灭罪了 我念千声万声万万声 就有力量了 要相信这句佛号 其他的东西就不行了 灌顶大师说这句话 是在《观经逆子》 注解里面 不是经文 经文里面是没有的 说得好 说得好 十念 功德 能生 界外 圣堡 这个界外圣堡 就是指的极乐世界 这个界是我们这边说的 三界六道 三界六道以外 诸圣的果报 这个就是指极乐世界 由此可知 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 无量 共得 四十八愿之所成就 这是他成就的 我们今天念法 我们就在做极乐世界 做成功之后 跟他的极乐世界是一 不是二 所以 阿弥陀佛 给我们提供的是恩 是真恩 我们自己念法就是远 由因 由缘 后面的果报就现前 如是等时飞企所测 事顾命为不思以致 这是凡夫 没有办法测度的 事顾命为不思以致 事顾命为不思以致 这就是转前五色 来一句阿弥陀佛可以转前五色 下边不可称之 这是转第六色 为妙观察子 这个智慧观察不思以境界 这个境界就是一切法 我们凡夫没有发现 将你一切法当真 他们发现了 一切法如梦幻 如晚 如梦幻 如梦幻 好像我们 睡觉的时候发梦 不知道自己在发梦 将梦境代真 在梦境里面起 烦恼亦造业 如果发梦的时候 忽然觉不到 我在这里做做梦 梦中的境界都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 梦到一间房间里面 这场壁 隔了 过不了它 发梦是假的 去看看 一走就走过去了 那边就是要做真的 真的不是真的 真的不是真的 就是怎样呢 它没有这些概念 就能够走过去 圆英发斯是近代人 袁国经广义,这是他老人家最后一本著作 他一生的著作,成功的著作,在晚年两样东西 《凌艳经广义》和《团国经广义》 这两个东西都写得好 虽然没有大切大误,接近大切大误 其他的著作不能与他们相比 《全国经》《广义》前面一篇罪文 他说他一件事,他在自己方丈室里面打坐 突然上到一件事,马上要去办 他便放下,把腿走出去 走出去之后,他忽然想到 好像没有开门,便走出来了 回头一看,门是关了,再推一下,里面是缩住的 他就证明什么呢? 他心里面只是想到走,没有想到门 便走出去 上到门,门不开,便出不了 长壁也走出去,长壁也是如此 你上到长壁,没 Carrie took one 走不会过去的,没有上就外出便过去 过去之后再Bye dann看的,那有一条墙 确实是一条墙在那裏 它便能进入,所以一念是无念无习念 有起心动念,什么障碍都没有 起心动念便有障碍,分别执着严重的障碍 这是近代的人,距离我们不远 未到一百年,老和尚这些事情令我们生起信心 还有虚云老和尚,年谱里面我们看到了 老和尚的心清静,常在定中, 他住在茅棚,茅棚距离道场,口路要走半个小时 他在道场拿些吃的东西,生活必需品 蔬菜也是自己在茅棚旁边种一些 回到茅棚,也是过年的时候 便是半年课 拿出之后才是黄昏的,但还未有刻 他便回茅棚了 他走得很晚,也在定中 走到半路了,遇到寺庙那两个出家人 大家都是认识的,老和尚 他便问他,天这么黑,你怎样不打眼灯呢? 老和尚一听到天黑,马上天全部都黑了,看不到 他说是什么样子呢? 我刚才没有感觉到天黑,我看得很清楚 你这样一刻,我都看不到 他两个便把灯笼送给他,送他回去 没有人提醒他,永远住在同一个境界里面 没有感觉到天黑,他看得很清楚 别人这样一提,心里面有天黑 真的都黑了,一切发重心掌生 研头多么重要啊? 既然世界的人身体清静,研头是死,研头是整 所以这个地方是清静佛土 我们这个地方人心不清静,杀念多,网念多 将这些境界变成了五族恶势 它本来是不俗恶的,是我们的心俗恶,外面境界就俗恶了 而亦都是我们在经经上得到的信息 很多年前有人问我,环保意识这个问题了 政府提倡环境保护,能否收到效果呢? 有些人对这个问题很关心,你问我 我说很难,为什么呢?我们做的是治标,不治本 本是什么呢?本是心,心不清静,心被掩污 在外面做这些事情很难达到目标 应该怎么办呢?治心最重要了 正常说是市心易行,是这个字本的,标本兼字 很快就能够收到效果了 例如今年,很多很多地方,发现上期的阴霓 这种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我们的心不干净 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心,减轻,可执,不要把我看得那么重 需要有些的智慧,放下自私自理,放下是非人我 令自己的心情轻松一点,快乐一点 中国人常说的,人奉喜事,精神爽 这是好事,紧张,忧虑,烦恼,这不是好事 所以心情,心想,跟外面的境界有互动 我们的心地不善,心地染污,就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所以美国有个量子力学家,布莱德 在2011年,他在澳洲适合来参加一个科学会议 有人提到,2012马赛兰预演,他做过总结了 面对这个灾难的预言,他说只有地球上的居民 欺恶扬善,改斜归正,冠正心念 这个灾难就没有了 说得非常有道理 根据佛法讲的是一个道理 这个念头向善,念头清直,灾难就没有了 是不是真正的没有呢? 真清直,永远清直 就不染污了,真的就没有了 如果以为这个灾难是假的,不是真的 做坏事是没有报应的,这是迷信 坏事照样去做,可能就会再来 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大乘经里面说得很多 不可清直,转第六色成就格,也叫做妙观察子 有些智慧,你能够观察到,于法实相 我已经常说的,一制法的真相 真相是怎样呢?真相是非有非无 我们今天所健触到所有的现象 都要用这种看法,《金刚经》读的人很多, 后面有一首计,叫做一切有违法,如梦还泡影, 如路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记得是教我们的,这个就是妙观察, 这个就是不可清智。 有违法,沙塵胶里面将一切化分为两类,有违无违, 有违法就是有造作的,有生灭的, 叫做有违,无违法非造作,非生灭,叫做无违法。 无违法是真的,有违法是假的。 在《百分明门论》里面,无违法有六个。 见真菩萨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六个无违法里面, 只有最后一个真与无违,是真的无违。 其他的五种呢? 有违法不能够包括它, 所以称它作无违。 它是相似的无违,不是真正的无违。 《百分明门论》是真的, 真余无违是自性,是法性,是真心。 其他境界全部是阿拉耶里面变现出来的。 阿拉耶能变,真余能燃,能生能燃,它不会变的。 所以叫做一真。阿拉耶一搞糊了, 将它变成了十块界。 十块界从心上生。 不是真的,是假的。 你当然是假的, 嫌然绝类。 嫌然绝类。 言论说不清楚, 也无法想像。 所以, 不是言语能说的, 不是你自己地陆意识能够想像的, 叫做不可清智。 大乘港质就是转到第七色 第七色是不平等的 为什麽呢? 它是执着 第六色就是分别 第七色执着 执着的根 就是我见实在没有我 偏偏在没有我里面 要执着一样东西是我 不知这样东西是假的 执着物质的一份 要知道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 都是亚利亚的双份 而是亚利亚的境界上 我们的肉体是物质 执着这些 以为是我身 执着 亚利亚的见份 亦是小份 认为是我的心上 我能够想象 我能够思维 我能够思维 这是我的心 阿拉耶的见佛 见佛 无量无边 你只有一份 一份 相份 亦是一份 不知道 他是阿拉耶的 然后 我见到 三个根本烦恼 参甘痴痴 是拒生的烦恼 不是学历的 只要有我,他跟着我生起来了 如果是没有我,这三角都没有了 虚拓换初过,生结不执着 虚拓未破,所以他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来 虚拓破了,这个就是转抹拿为平等圣子 见尸烦恼 执着,彻底放下,执着放下,还有分别 分别未放下, 粗重的放下了,微小的烦恼,未有放下 为什么呢?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你好像科学里面所说的,尼柏菩萨所说的,一坦子三十二亿百千念念念 既然以 têm bow,奇例有此识 这是诸法实相 七地菩萨以持 也未见过, 我们相信登了地, 将这个境界越来越接近, 他们知道了,有正德, 好像我们一样,知道了, 没办法正德, 八地正德, 八地,九地,十地, 等国,妙国, 这五个遗切,统统正德, 到妙国究竟圆满的正德, 叫无上菩提, 大成港字, 必须转过来, 平等就现前, 我们在经题上, 清静平等国, 末娜转过来之后, 先真正清静平等, 先转第六, 再转第七, 六七转了, 阿拉耶自然就转了, 前五, 后转, 果尚转, 六七是因, 因就是分别执着, 你看, 分别执着, 多么麻烦, 哪个没有呢? 哪个人没有分别呢? 哪个人不执着呢? 希望分别执着, 要轻, 要淡薄, 一定要知道, 一切万事万物, 假的, 不是真的, 知道自己, 都是自己, 心言识便, 与外人是没有关系的, 接着阿拉耶三个烦恼, об combin 乘虎 熾 是贪烦恼, 便贪烦恼的根, financing 惋怼是拉身烦恼鬥的根, 怀疑是愚痴烦恼的根 从核心断 是最有效果的 首先 要把情执放下 就是我爱 我爱就是烦恼 但是要知道 自性性德的第一德 性德的核心 中心点就是爱 那个爱里面是没有自私的 那个爱就是大爱 大家称之为慈悲 那个爱就是 就是自性的 一切万法都是自性生的 所以这个爱是 偏自性 就是 偏化解 爱心 是平等的爱 是无条件的爱 是真爱 是不是 我们常常讲宗教里面 神性的爱心 不是凡人 凡人的爱心是假的 里面有分别有执着 不是真的 换句来说 他是有条件的 真的爱是无条件的 是平等的 对你爱对他也都爱 对一切众生他也都爱 平等的爱 他要发扬光大了 这个就是 菩提心的 核心 没有了爱心 菩提心怎样生得起来呢 菩提心 真诚 正正 平等 正觉 自卑 全部是从 真正的爱心里面生出来的 这个爱心在中国 就是五轮的 第一轮 五轮从这里发生的 从这里建立的 父子 有亲 父母对子女的那种亲爱 这个是真爱 但是从真爱慢慢变成了情质 变成了质 这种的亲爱是从自证第一德里面 显示出来的 显示出来的 这样 中国古胜先言 说五轮 用五轮教佛众生 这个时候 这个时间比佛法还要早 佛法未传到来中国之前 中国伦理道德的教育 没有传到来中国 五轮 五常 四维 八德 全部都建立了 佛教育传到来中国之后 看到佛经上所说的 亦都是这样 亦是说这些 所以中国人 很容易 就完全 接纳了 对他们 教育的理念 方法 如根道 统统接手 佛教育的理念 就是 一门深入 相识分寿 是培养 人 智圣里面 本有的 皆定位 不是外头的 目的 是圣性 成义 最低 亦都是君子 的教育 声言君子的教育 维系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 我们要知道了 知道才能产生爱心 这种爱心 是禁得起考验的 怎样的折磨都不会改变 这是我家全家的 是宝 我知道我们怎样会不外乎呢 肯定守护 传统接代 世世代代传下去 又有价值 又有意义 人生在这个世间 没有 白活都 好 现在失去了这么久 大家对传统的东西不认识 麻烦大了 这么好的东西 新闻达大了 新闻达大了 变成习主席的形式 提倡 推动 我们跟着他后面 要支持他 要 要帮助他 怎样去支持 怎样去帮助呢 医教奉行 他属说的 与传统精神相逆 我们就认真去做 这个就是真的奉行 医教奉行 真的支持他 对了 令大家看到这些东西是真的好的 平等圣志 始至 广道 为什麽呢 心量托开了 自私没有了 选活拿成平等圣志 解决世界问题 05年 我第一次 跟马来西亚前首相 马哈提长老见面 他第一个说话就问我 他问法师 你走过这麽多个地方 认识一些国家领导人 你看看 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 这句话说得很严肃 对和平 没有了信心 在这个世界 国家领导人 他在位的时间最长 他做了22年的首相 在那个时候他才交下来 两年 我们认识的 我当时跟他说了 他能够将这四件事情做到 世界就和平了 他问我哪四件 我说第一个 国家 跟国家 平等 对待 和无相处 平等 第一个 政党与政党 第三个 族群跟族群 第四个 宗教跟宗教 这四个都能够做到平等 对待 和无相处 社会就安定 世界就和平 他听了些皱起眉头 没什么说了 我们沉默了大概七八分钟 我接着跟他说 我说是懒 真是懒 非常棘手 但是 如果从 团结宗教落手 可以做得到的 为什么呢 现在这个世界 大部分国家 领导人 都是民选的 用选举的方法选出来的 信仰宗教的人 比不信仰宗教的人多 信仰宗教的人团结起来 选票就在我们手上了 会影响政治 会影响政党 也会影响族群 这些说话他听懂了 马上就很高兴了 满面笑容了 我就劝他 你从政治上退下来 你是全世界 是以斯兰教的领袖 以斯兰教的领袖 要好好从宗教上落手 用宗教的方式 花解 冲突 带给世界 永组的和平 是以斯兰教的领袖 我说这是你的使命 年纪虽然大 他大我15个月 真的是好 我说你从这方面努力 让你做 手上更加有意义 要更上一层毛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好朋友 每一次到马来西亚 一定要碰头 他都是最喜欢和我聊天的 我们在一起 什么的拘束都没有 什么说话都可以说 就是宗教 连汤恩比都说过 人类 宗教是不能够缺少的 人类的文明 是来自宗教的 意思就是 先有宗教 后有文明 文明从哪里来的 从宗教来的 所以宗教是人类不能够缺少的 我们要重置 代表是 中国 中国 连 罗素都说过了 罗素也是英国人 早年在中国北大 孝斯的时间很长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中国问题 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 中国人是没有宗教的观念 中国的余 跟佛 不是宗教 充其量 说是道 勉强可以说得上 跟西方宗教不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到着重于自己修行 西方宗教完全 养了上帝 求上帝保佑 中国人是没有宗教的 中国人是没有的 特别是佛法 方宗教的 方宗教的 在学校里面讲学 他在学校里面讲学 晚年 几乎都说佛经 在台大讲过,丹成佛学,艺春佛学,徐堂佛学,离开台大, 这个富人大学是私立学校,请她去讲学,去讲花艳哲学。 肯定这样讲,佛教是无神论, 这个无神不是不承认神,承认神,神是凡夫, 神的地位跟我们是一样的,就像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承认外国国家,不能够不承认,这是事实, 实际法是讲求要开吾,要切吾,所以用原则的说话来说, 它的确是高等的哲学和科学, 也被科学哲学证明了,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最后单元是佛经哲学, 我从这里入门,方老师心目当中立刻为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我们通过63年的学习,我们肯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所以佛学的内容是什么呢? 对很小的教育,一般平民教育,他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 提升到上层的时候,他是哲学,他是科学, 并且不认语言,也不认误,也不认识,科学和哲学都也不认识, 也认识究竟缘满,现在真正了不起了, 为何能够说得这么究竟圆满呢? 它说到见性了 我们将这个宇宙的根画出来 宇宙的根在哪里呢? 看自性 自性就是真心 一切发心言识辩 发炎经上就凭这个理论说出来了 发炎经是整个宇宙 变化界虚空界 发炎所以有世界成就品 世界从哪里来的? 化妆世界品 世界有多少呢? 无量无边的 化妆世界 世界成就品 世界从哪里来的? 化妆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里来的? 我从哪里来的? 通透录讲清楚 讲明白了 真的不可思议 这是大学问 另外一句话来说 我在早年 住在台湾的时候 台湾大学生学佛是一股风潮 就是学佛二 对台湾的佛法影响非常大 我有缘接触到这些同学们 我认识的人很多 有一年过年 农历年 也都是我们大学专讲座的同学 他那时候 达到博士学位 在富人大学教书 跟我说 他们用科外活动 有100多个学生报名 他跟他们说 普言菩萨行愿品 我听到很高兴 学佛一同学 得到学位 有教授的身份 在课外办这些活动 好啊 那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我问他 我说佛法 你们都学了这么多年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用一句话回答我 不要啰嗦 啊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说的东西 到底说些什么呢 一句话回答我 你上了五六分钟跟我说 上不了 不错 不错 他就问我 我说佛经常有一句话 四个字 你看看 合不合当呢 波耶经常所说的 诸法实相 能否代表呢 他说可以啊 诸法实相 要用现象的话来说 就是一切法的真相 如果是真的知道了 你会对佛法产生欢喜了 你就很想接触他了 很想了解他了 了解一切法的真相 确实就是这件事了 谁者用的时间最多 专门用的这个题目 22年 就是说波耶 你看看 开始 开始扮小学 成都之后 再次大悟之后 扮小学了 讲阿咸 12年 等于扮小学了 偏重在论理道德因果 令社会安定 令社会世界和平 令人民幸福 后面呢 这个是少数人 有这些能力 有这些兴趣 不断向上提升 他说方等 说波耶 说法法 又会慢慢地向上提升 要求法化的境界 这是佛的境界 法身菩萨的境界 佛的教学是有次第的 就像扮学校一样 扮小学、扮中学、扮大学、扮研究所 在一起看,真是这样,小学时间长,小学时间短,所以根力量不够,小学是12年,中学是8年,一共是20年, 用了20年的时间扎根,再20年,真的就是诸法实相,这就是波尔的经典,最后提升到圆满,你都明白了,明白的时候目标就是成佛,成佛的发花, 发花跟你讲,怎样契入佛境界? 第二,平等性志,只知港道,不同小成,未由无我, 故无不我,无不我,故无不等舍, 无不等舍,像我们这个地方,自舍他舍,有一段参考,在第一面,第四十品的第一面, 都是从佛纲大词典里面摘录的,自舍被他舍之对称, 以自舍法专舍申口义,这是小学,这是基础教学,教育, 又以自己发愿修行之力,摄智而正德国为, 这就是四果四项小成。 是否有佛菩萨更加持, 好像正中法门就是属于这一类, 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不够, 要依靠佛菩萨,依靠佛菩萨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 这个条件佛菩萨加持是相对的,你有一分功德,他就加你一分,你有十分功德,他就加持十分 完全是属于感应道甲,这是理想说得通,不如练佛人,自己练到功夫成片,就决定得生,功夫如何才叫成片呢? 心里面确确确确确,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之外全部放下了,这叫成片了,如果还有集念,仿念夹集在里面,这就未成片了,未有成片,仿生就不可靠了, 完全是在最后一念是否,最后一念是否,最后一念是否就往生,最后一念不是,就不能往生了,但功夫成片是决定往生的 而且功夫成片,可以随意往生,他想在什么时候走,或是什么时候来接他,换句话说,他生死自在了,这种人往生,来接引他,首先就是佛光照他,佛光一照,就是 佛光照他,将功夫成片提升,将功夫成片提升,就变成 是一心不断了,得到是一心不断的人,佛光一照他就在实报图了,所以明白了,佛菩萨 威神的加持,是自己有多少呢?他就加持你多少 我们自己要认真去做,佛菩萨加持就多了,自己不做呢?专求佛菩萨,佛菩萨加持的力量就很微弱了 甚至于自己还要做恶业,那就加持不上了 不是不想加持,佛菩萨大慈大悲 真是普道众生,我们自己业障深重,加不上的 这些事情不能够不知道的 我们看看图里面的二位,世佳平等摄守 诸佛菩萨对待一切众生,无私心 全部是慈悲,也就是全部是真诚的爱心。 如所说的凡事人皆是最爱, 这个爱是自己怀孕爱心的扩大, 还未做到平等。 佛菩萨喀是平等的,没有条件,没有分别。 为何呢?因为佛菩萨说到最高峰, 是说人与人的关系。 最高峰说到什么呢? 一切众生跟为一体, 上面到诸佛如来, 下面到一切众生, 以一切众生两个字的意思是讲义的。 为何叫众生呢? 中原和合而生起的现长叫众生, 动物是众生, 植物亦是众生, 为何呢? 中原和合而生的。 它将整个宇宙 体成一体, 这是真的一体, 不是假的一体。 所以她的爱心是平等的, 爱心就是无条件的, 真诚的爱心, 绝对不是父母的爱能够相比的。 这叫大乘港智。 下别, 无等无论, 最上圣子, 转阿拉耶。 圣子, 如来, 大圆镜子。 此, 转, 本色, 一转, 下来一转, 降归深远, 深远就是自圣, 回归到自圣。 一切, 种景, 一切指道种子, 无法转兆, 一切就是万物, 总是种种的差别。 种种理论跟现象。 内景, 外景, 虽然不都照见, 才名为大圆镜子, 子一至中有五如性。 在图里面说, 欲解脱身, 异性同德, 正文菩萨, 他们都得到。 如是, 外景, 正是, 正是发身, 非被所拱, 姑命无等。 转, 八色, 正大圆镜子, 正大圆镜子, 正文玄角, 没有的。 转教菩萨, 没有的。 哪些人有呢? 明心见证的菩萨, 才有。 这个就是, 全教初诸以上, 别教初地以上, 他们有。 我们称他们作为, 化身菩萨。 这是第一种殊性, 五种殊性里面的第一种殊性。 无等。 遇前三智, 菩萨, 善德。 讲的, 不嗜子, 不可清智。 双成讲智, 就是转色, 转前五色, 转第六色, 转第七色, 是渐渐转的。 大圆镜, 不是的。 大圆镜一转, 一切就转了。 它就是慢慢地转。 前面三种是慢慢地转, 也就是渐渐得的。 不是, 圆满得到。 大圆镜转过来, 这个是圆满得到。 这个菩萨是渐得的。 阿圆镜痴, 为法, 顿正, 不是渐得的。 它是顿正的。 更无如类, 无根据同等的。 这是第二殊声。 何于, 这个是超过, 何于,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它超越了不可思议, 叫做醉。 又超过不可称之, 叫做上。 宽于大成拱子, 这个是声。 宽是宽广, 叫做声。 所以, 转第八色, 正大圆镜子, 有这三个意思。 有性的意思, 有醉的意思。 有性的意思, 无等无伦最盛 视为第三、第四、第五盛 观明无等无伦最上盛子 实际上这是化炎经上佛说的 一切众生加油如来智慧得上 如来智慧 无等无伦最上盛子如来的智慧 是智圣里本字具足的 本来有的 又回疏弱不了佛志 皆以佛志之不可思议 不悟如来之所以大也 所五尊部是 庄人智圣本具 尊部是智圣的功德 人人有份 法化加语 练佛往生 为佛志所见 华尔 这就是不了佛志 不可清智者为佛志智慧 这些华尔叫不了佛志 不可清智者为佛志智慧 众多无量而清雪不能准 欢明不可清智 佛的智慧就是智圣本具智慧 是说不准的 念佛往生 唯不可清智所成 你对他怀疑 这就是不了不可清智 埃成讲智者 遇诸法满 知知窮尽 孤明大乘讲智 念佛往生 为大乘讲智所感 你对他怀疑 明不了大乘讲智 无等无论最上圣智者 为他的地位 分高出 分就是分分 明不等无论最上圣智 今此念佛往生 为不等无论最上圣智所发 你对他怀疑 你对他怀疑 就是不了不等无论最上圣智 上面这三种说法互相发挥 正书讲了 简述其要 重要 讲演其矣 回书里面讲的 回归正宗 听到这三种统统统在这个地方 给我们做参考 这三段是静影梳里面的一段 第二段是重要的 第三段是回梳的 都讲得好了 回梳完全回归到静土 回归到念佛往生 觉得太好了 我们看看后面一段 经文 以疑惑心者 以不能信了佛子 故生疑惑 疑有四个意思 下面就讲了 以下 讲涉 贪乱法师 愿晓法师 进契法师 并兼取景庆等诛师的正义 他们讲的精华 简化其文字 而中述之 下面这四段就非常可贵了 这是念佛 注解这部经的理念 求师 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这是菩萨 真正看到现在众生 问题之所在 阿贺压厨师的法门 可确实实能够帮助你这一生 兼职 成佛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当然这个法门是不能够相比的 这些法门 虽然门门都能够明心见醒 它是难的 它要求你断烦恼 这个法门不用断烦恼 只要复烦恼就可以了 要容易得多 只要能够忍受 便能够往生 不能够忍受便不能够往生 能够忍受 惯烦恼 没有断烦恼能够往生 可不容易得多了 这个四段里面 第一个就是说这四种字 不信 不识 不思止 故意大念阿弥陀佛 未必得生极乐 不知不思已知 有大威力 非思量所能及 一切万法 一切万法 无非自力 他力 自涉他涉 千变万法 无量无变 按得以凡夫 有爱之成识 而彼如来 无爱之妙法 彼之一面之颈 能言万掌 先言即身 一火消尽 故自心 一念清明 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十年必生 又何足疑呢 说得好 这篇文章是念佬做的总结 根据经所说 根据祖师大德所说的 作出的结论 在他们劝导我们 我们要信 我们要明了 其实 信佛智 就是信智性本具的智慧 不信佛智 也就是不相信自己智性里面有圆满的智慧 你不相信 你有怀疑 你怎能够正得呢 你怎能够成就呢 你怎能够成就呢 唐生西方世界 你救警府得救警落 这是第一个得到的 可见得信心 你什么都重要了 今天整个社会的问题 就是出了信心 信心失去了 这是大问题 不是小问题 为什么联合局 这个愿呢 是所有一世人共同的愿望 希望世界恢复安定和谐 共同的愿望 为什么做不到呢 四十多年的时间 从70年代 联合国招开这个会议 每年投下来的人力物力财力 真的不计其数 问题解决不了 冲突的频率连连上升 冲突的受害 比一次严重 所以令到很多很多专家学者 国家领导人 对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呢 产生了移民 要怎样解决法呢 如何解决呢 我在静中经典上看到一句话 我感触很深 这句话说 就是 诸佛如来 无论是 无论是 禁然在说法 我就看懂了这句 再回头看看中国老祖宗的文化 在学记上教我们的 天国居均民教学为先 明明说到这个吗 今天解决这个世界问题是如何呢 教学为先 现在说法 就可以做到 尤其是我们 在汤匙做的实验 真是教得很严格 现在 谢总在潮州 搞了三年 放一段 在这扮处于 传统文化的文坦 而且很多来接受 学习的 都是政府的干部 因为他们是两个 书记院长 都看过了 觉得好 将他们的干部 通通送过来 授勋 一个星期 最长的三个星期 通通都改变了 对他来到这里 和我说 他说 人是教得好的 我们实验出来 真的不是假的 一个无恶不作的人 一个星期就回头 真的就改变了 回头 事案是很困难 但是还有集气 集气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怎么办呢 过一段时间 再来搞七天 他就永远无病 就不会发了 如果是一日暴痴 十日寒痴 一下过五 会有几天好的 到以后又忍不住了 到无病又发了 所以佛知道 他现在说法 永远无间断 病医好了 永远不会再犯 教学重要 教学首先要靠老师 我们对老师 不能不专师中道 老师很清苦 老师也很辛苦 要得到安慰 我们从上到下 从领导到小民 对老师都尊敬 从过去国家 冤师中道 帝王见到教书的 都特别礼遇 令这些读书人 教书人 虽然物质生活清苦 他嫁得快乐 他嫁得高兴 他对于国家真正的贡献 奉献 无知的奉献 他一生虽然是清苦 他来生即得大 来生一定发达 子孙一定发达 这是中国历史上能够看到的 好,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了